统一回复大家最近最头痛的问题 账号铃波 这个铃波体现在 你带上小黄车之后是铃波 并不是你正常发视频 你发双拼的什么混减的 它是铃波 只要带车就铃波 大家想想我这个问题 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你不管你多少号 你换了多少网络 你换了多少IP 中间有很多人找我去找专业团队 甚至去找三大运车 去拉线 去发这个视频 发线结果都差不多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只要你出现这种情况 只要你坐小黄车待会儿 只要你保证你是独立的 不是特别垃圾 足以一个IP 下边就像做中式比例一项 好的账号成熟的 出过道的账号 你就一GIP可以的 成本时期可以降到非常低的 但是像现在大批量的铃波 那你就不要去太纠结自己的问题 很多人给我探讨这个事 我跟说你放宽了心 等等 上个月可能就过去了 总会等到你花开的日子 这个花开 大家去想想 最近大家热门的点在哪 是不是投留商品感 是不是广告账户 是不是投独立 是不是投直播 所有的点都在广告层面 我开的一级带立 都没有给反点 我要之前的广告账户 封了 正常的东西也封 但是又开广告账户 就没有反点 之前还给反点 那这个东西 大家要体现一下 现在所有官方的一些政策 那些人为什么能给你卖广告账户 比较稳的广告账户 你花多少 反多少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去出广告账户 去建肯定的广告账户 来给市场上大部分去需求 因为到年底了 最后一个季度了 所有公司都在充业绩 股市还在往上充呢 何况各个公司的业绩指标呢 想达到目的 只有广告投放最快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平台的指标 现在已经推向广告 不花钱效果是很差的 花钱了不一定有效果 但是不花钱肯定会让你效果 不是特别好 这是给大家去反馈的 接触过太多团队 看他们正常出单了 不管是说小店了什么的 这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基本上你开小店都会出单 但是现在开小店加上投楼 他才会出单更稳 如果说你想长久发展的话 这是必走之路 这个阶段就是要玩投楼的 可能下个月就变了 所以说大家做小黄车也不用着急 很多人问我到这种阶段 你要做什么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在做什么 我在自己的工作室没事就抹磨 怎么把自己扣点多扣点绿木 以后多出点原创素材 把我这张脸放在很多应该放的地方 不管老外能不能听懂 对不对 走用华人吧 所以说这是我现阶段要做的东西 我要时刻准备 我要去创新很多东西 那就要先去做自己人设 把自己放在海外Tiktok上面 把自己将来要做产品 做拼接的时候 我真人要上镜 这是我给大家承担一点 你想去做东西的时候 你想等到自然流 这些东西能快速出单的时候 那你最好是要做体验准备的 准备你的号 准备你的素材 很多粉丝看过我推荐的这个剪辑教程 他们都是适量感慨的 因为剪辑教程这个东西几百节课 我自己边学边看 还有点专目不通 何况大家没有做过TK跨境的人 没有思路的人 他在去装作视频的时候 装作原创视频的时候 你怎么能可能给你结合起来 很多人就想找快节奏 你想这句话 结果就是我告诉你 走这辆路能挣多少钱 那这个东西承诺不了你 那这个东西你给我钱 我也承诺不了你 同样的项目给10个人 这是我跟一些浙商福建这个团队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的节奏很快 很多人也知道 他们做项目就是 一件事一个产品给10个人 甚至说更多人让他们做 因为总有人有综合因素 会让他成功和更快 这就是概率以及效率 面对这种情况 我给大家建议多准备东西 多准备思路 现在这个行情带货OK 能挣钱 现在这个行情带货 耗可能筛选要比之前严格 但是你不做了吗 那你不做的时候 等到他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 你没耗那不白扯 见耗起耗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辛苦 很枯燥的事情 那让你干直播 你又不会英语 你又不会东南亚小语种 东南亚小语种 你在国内找的比英语标价还要高 你要拿多少钱去讲这个事 所以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边去多弄点账号 你们认为不行 但是今天我的朋友线下做中视频的团队还在跟我说要做中视频 因为他们上个月平均每一个人最差的做了5000刀 早的做了不到7000刀 每个人是平均是25台左右的手机 没有一个号说一定能挣到这么多 但是它是几个拼到一块 达到这个标准的 我的其实也是个概率 今天拉着我去探讨这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趁着这个阶段 去做这个正常的拼接 把号线扬起来呢 听我视频的大部分基本上都老鼠 很多人是绕不过这个圈的 他这个思路是连到一块的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正常见耗之后 对于那些做直播团的人 他们就很聪明 建起来的号我直接拿钱砸成垂直的号 就OK了 具体砸多少钱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会瞎退很多小伙伴 因为这个阶段你是要必经的 因为你想走捷径的时候 有些钱你是要花的 你想把一个号在之前报过之后 再扭过来去投垂直的手 硬砸标准的手 并且砸标准的过程中 需要靠主播去扭中手 这个钱的代价其实是蛮高的 不适合一般的团队 现阶段你更适合 你有足够的手 你就正常去做 视频就行了 你去多研究研究 混减 方拼 对不对 正常嘛 对于那些企号团队 他们给我看的视频 我也没办法直接让大家去看 但是我深刻能感受到 他们在这个视频处理上 做的努力 在找视频上 做的更多的努力 你要沉耀心 你想等到这个风控稍微松的时候 那你手里有东西没有 你有号没有 对不对 很多团队基本上这个月挣了好几个月的钱 我借过很多做美区的团队 那都不是说十个二十个号 美区一个号一千五 自然的号一千五左右 基本上很多成熟的团都上百号以上 它是循序渐进的 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号 会有不同的一个风控指标 视频发放指标 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月挣钱 但是一定要保证在风控期间的时候 这样做的稳一点 这样在后期在下个月的时候 它是有收获的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经验 其实是综合东西比较多的 没有科技大家是说 这个小店怎么做了 什么东西 因为小店 我不擅长的东西 不会给大家去吃牛逼 等于让现在很多博士都比较良性的 给大家说出的知识都比较正常的 基本上都是熟悉美国小店 就做美国小店 熟悉东南亚小店 就做东南亚小店 熟悉中日评品的就做中日评 很少有人说通吃的 我也一样 都是慢慢慢慢去向于 更加专业化的一个环节 去挣钱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该去挣的钱 也是沉溺了很长时间 把刚开始全踩的坑 都是从自以为是偏偏起舞 到现在勤勤恳恳去做一个东西 所以说很多人问我这个号 其实我的思路很清晰 我在这给大家统一说一下 现阶段你就是 小房车如果带领波的水 你就正常先起号就行了 不用想那么多 软件我现在也是找人去买的 我也在设计上 看我视频很多的一些老神都知道 我每天都在测试的路上 跟那些做随波的 每天都在测试的路上 所以说遇到这种问题 就很淡定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想做储装带货 不排斥 有些号还是能做 没毛病这个事 但是何不让你的号 多起一点 更加成熟一点 起号不是很容易的事 起号前期要做的 配件很多 我不管是给你介绍 多少牛逼的软件 不管你花多少钱 在我这得到多少资源 但是前期需要付出的 亡感努力 这个你一点都逃不掉 除非你不发视频 这是我想告诉大家 给你的工具 让你效率更高 但是想高效的去利用工具 做视频 是要有前提脚件 这些东西你具备了没有 大家可以想想 大家不用着急 十天半个月 基本上也就过去了